好高兴 今天和大家结化完 我们分享《妙化莲花经》 大家都知道是比较长的 知不知道多少字 这里说六万余缘 七宗庄 这个宋仁宗所写的解种 就讲尽了《妙化莲花经》的妙处 但我不觉得只剩六万余缘 因为《妙化莲花经》是五千多字 大家种起来是二十几分钟 一般 而这部《妙化莲花经》 每天如果上下午四卷 它是二十八卷或者二十八品 那是要四天的 四堂是当四个凉钟头 成四天即是二十几个钟头 但是《妙化莲花经》 你读它十二本 都不用五六个钟 这里说 大家看看那个《广义》 我给大家先先有这个广义 是浓缩了 因为五堂我们没有可能去逐断去解 我们将这些重点先先归纳了先的 我们看这个给大家的广义 看看《宋仁宗》那几句计纵 有些大家今天可以拿着一个广义 我请会长给大家这本书 但是未知能否拿出来 桌面请你拍一拍给大家好吗 因为不够了 不够了 那大家家有没有《梅化莲花经》 有请大家下次带回来 因为你带着玄笔 可以抹下重点 如果没有的话 希望副会长慈悲 看什么时候 刚才在问 是最后的一堂 但是大家不能回去 溫那些愚民的内容 有些可惜 因为大家很难理解 我们尽可能帮大家 找出一个中心点 《六万愚园七宗庄》 《无边妙异港陷床》 大家都知道《妙法》的义理了 《白欲池边流舍利》 即是说我口里面 牙齿很白 流出舍利 你想想 大家都明白 坚固的舍利子 是修行的证果的证明 雄年舌相方浩江 舍燦雄年 也就是说口里面 读众 讲这个《金刚经》 现在是《妙法莲花经》 《放蚝光》 《白蚝相光》 《喉中甘露》 涟涟涟润润润润 这些讲甘露 即是说好的东西 在喉咙里面 说出来的 好像流水那样 卷卷流出来 滋润的 灌顶堤狐点点粮 堤狐是由奶 乳酪一直提炼到 最高层次的产品 假使造罪如生恶 不需妙法两三行 这里很重要 从来只知道妙法莲花经 是承佛的法花 大家都知道 从来没有人会想到 原来宋仁宗这个皇帝 觉得他是可以灭罪的 就算我们造罪如生恶 都还妙法莲花经 不需妙法两三行 即是说好像金刚经 一四句计 两三行 可以令我们灭罪 我们不是求功德 即是求我们在经上得到一种觉悟 那法花经的主旨呢 我们先看看 就是说他回三归日 大家都知道了 只有一佛成 无二亦无三 那为什么以前又说 圆国 又说声闻呢 声闻的四阿含佛说 那当然就是大家知道 佛一成座的时候说花言 但是太深了 成佛的境界 佛很希望和门拓出 但没有人听得明白 只有四十一位发生大事 位不是一个个数 而是那个阶层 花言经成佛的境界的路 这个菩提道 各不知路 是五十二位次的 那大家怎么数呢 十信 我们还未达到信位的第一位 是五入楼的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减了十信 就四十位 还有等国 等同佛国 国际入交 就是两个 一个是入陆地 一个是在陆地开船出去迎接 国际入交 等同佛国 那四十一为次 最后的成佛是妙国 所以是一位发生大事 即是高度的登地菩萨以上 才能听得明白 花言经 佛子好说 四阿含 这个是声闻成 方便说 接着 智慧高一点的 袁国成 正辟之佛 亦都是为他们方便说 十二恩怨 其实都是没有三成 只有一佛成 目的为何呢 这一种方便 佛说法 是方便善口 目的是要令众生 共入佛道 第二个主子 所以《佛言不经》 《妙法莲花经》 《开拳显实》 也就是说 说明了 点破以前种种方便善口的说法 是拳 现在要开拳显实 开拳显实 就是说 显示佛出世的一大事恩怨 往后我们会说 现在提出几个主子的重点 佛离世间根本的原因 就是显示诸法的实相 第三是《九远实承》 亦都叫做《九远承佛论》 亦都告诉我们 显示识家世尊在无量成佛的时间 无量劫了 已经成了佛 九远成佛 是成愿再来的一位虎佛 如果大家妙法莲花经 因为太大暴头 都要找一下 就里面内阳讲 我们的显示识 是八千次往返的 不是二千多年前 在印度才示现人成佛 出生于印度 不是的 那第四 佳可成佛 很重要 因为 破除了关限寿量 即是释迦佛 不单是两千多年前 在印度 五度成佛 而是无量劫以前已经成佛 还有经中提过提婆达多 和龙女两个例子 提婆达多 大家知道她是常常害佛 所以是最大恶极的 亦都示现地裂开 陷入地獄 但她也可以成佛 最后 最后 讲了很长很长的 几多小劫 才讲完这个《妙法灵花经》 但有一些说 《列盆经》 所以《五时雪教》里面 《法花烈盆经》 《列盆经》 是说的有些 也不少过《墓头》 在《列盆经》里面 后半段 就说出 一剪题都可以成佛 以前有个故事 叫做 《环石点头》 当然你听到 就觉得 这里是说一些环顾的人 好像石头那样 即是如何劝他 都是环顾 但他都会点头 其实典故就是 有一位 才俊的法师 叫道生法师 年轻又有很大的学问 对于佛法 所以是才俊的法师 但是他就认为 这个观点 一剪题加可成佛 即是说极难成佛的人 一剪题 可能一个罪 杀父 侍母 那些五逆罪 破和合增 出佛身血统 都可以成佛 以前是不接受的 所以那些人就 趕他出去 即是趕他去这个 他居住那个环境的增团 他就去了深山野岭 他仍然都是一种 专长喜欢讲经 那他在山道 森林道讲经 有没有人去听 你去不去啊 森林 不去嘛 所以没有人听 那怎么办 他照说 后来他都会说到这个问题 他说 一剪题人皆可成佛 你们说 是不是 对着石头说 不然那些石头摇摇摇摇啊 一块一块移动 也都是 生公说法 环石点头 这个典箍 龙女呢 大家都知道是速度的 虽然龙是很有福德 但始终都是速度 龙女八岁 转身成佛 不用经过 又要男生才成佛 他们既然都可以成佛 其他法界 我们十法界 除了佛的法界 就是九法界众生 四圣六凡 三圣六凡 声闻言国菩萨 加六道的众生都可以成佛 还有一个点 就是 法吉佛经大量提倡 我们要行菩萨道 菩萨道就是刚才说的 五十二个位置 十行 十回向十地 十行 十回向十地 十住 十住 十行 十回向十地 加等觉 然后再成佛经廟觉 所以都是靠行菩萨道 菩萨道主要是要做什么 八个字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还要实践什么 六道万行 六波罗蜜 所以就索造了观醒菩萨 在二八品里面 哪一品叫做观醒菩萨普门品 不知道哪一品 第二十五品 是观醒菩萨普门品 索造了大菩萨的形象 那我们看看 四十九年 谭经三百余会 又说小成 跟着大成 大成都有不同的种种教法 都是善考方面来说的 而实际上 没有分什么叫大小成 我们稍后再去看 所有的佛法 既然只有一佛成 所以这个重要思想 就是包括 我们刚才说过的 九远成佛的理论 佛不是这一生二千多年前 在印度出生成佛 更重要提出这个新的观点就是 佛是在无量劫以前就成了佛 我们看看天台中的主状人 智者大师就提出 说佛法经是佛入灭之前最后一时 讲的经法 它独特之处就是涉一切的佛法 就是 以前讲的佛法 现在来一个总结性 大家都知道天台中的五时雪教 大家看看 第一是花盐 接着没有人听得到 是 大家听得到 除了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个个都如龙齿瓦 有意不闻 圆顿的法门 有眼不见卢射罗佛 报身佛 所以佛只好 退而求其次 就是说了四阿含 因为他当时的弟子 这些小成人 声闻成 这些小成人 康摩罗什译的《弥法莲花经》 是三个译本里面最流行的 因为 如果你有这本书 他也要介绍 不用介绍 都知道康摩罗什的翻译 他是七佛的译诗 个个 他不是直译的凡文 他是很活泼的 就是他学了汉语 反而文字又很幽美 又不失过重点 你看一部经 要五重言语 我没有打出来 即是说 第一是识明 就是讲经的名字 这部经有加上大成的字 在这里要和大家讲一讲 佛教有大小成的分别 成就相等于一辆车 运载的能力 大成佛教提倡人行菩萨道 要自行化他 即是自度 又要道他人 就好像你是司机 拿着地铁 很多卡车 一辆大车 一次可以运送很多人 去一个目的地 小成就只顾自己 要入涅槃 那怎样涅槃法呢 他们就是 涅槃直静的境界 就是自正其易 避免自己犯错 在很外表形式的 要持戒 诸我莫作 终善复行 自正其易 但没有想到去度众生 或者帮人修行 就好像一辆车 一个摩托车那些 一次自己坐 载着自己 这部《妙化莲花经》 有加上大成两个字 就是主要的大成经典 解释他的经题 除了讲大成 到妙化 根据天台志愿者大师 曾经在世尊处亲民这部经 很明白这部经 佛所要表达的主子 令到他顿远 智慧不可思议 他亦曾经九秦谈妙 妙是什么妙呢 说不出个妙的 九秦 一个秦是十日 所以一个月有上中下秦 三十日 九秦即九十日 自正大师都说不完这个妙字 究竟妙在哪里呢 就与法法经的思想有关了 因为法法经提出 会三归一 会三成为一成的思想 即是用一种无分别平等的心 对待一切的法 同金刚经说什么 事法平等无有高下 就是这个妙法最妙之处 虽然很长 都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下 不可以用心思 不可以用原语去议论 所以叫不可思议 事事我们都听的 在佛教里面说 你不可以用心的思维 即是思想 亦都不可以用原语去表达 所以叫不思议 你不可以用心思议 这个故事 就是说 有一位做官的人 他信法 他识背 《妙法联佛经》 因为《妙法联佛经》 那时候分两冊 上下冊 他对上冊 一目了然 就是识背 每天上班 骑着一马上朝 他马上一路背着 《妙法联佛经》的上卷 去上班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下冊 他格格不入 读极都不懂 他就去附近一间寺院 请教一位方丈 这个方丈是开吾之人 能够观察过去世一切的事 方丈听了他这样问 就对他说 我告诉你 不过你不要生一个亲恨心 因为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是骂你 这个官当然说 好啊好啊 你告诉我 前因后果的事 我当然不会亲恨 方丈告诉他 这个是《妙法经》的《慈宴记》 里面的一个故事 你前身在寺院里面 在一条家牛 帮寺院做工 所以你有很大的功劳 而寺院每年到六月 照例就会把经书 搬出去外面晒 晒经 因为会潮湿 经典保持干燥 就不会生虫 在外面晒经的时候 你曾经是走过晒经的地方 就用个鼻去闻这部《妙法莲花经》 只是闻到上半部 下半部没有闻到 因为这样 那你就熟悉上半部 而你对寺院有功劳 所以就转世 就很妙 你看看《妙法莲花》 大家都知道佛教里面的圣花 虽然长在污泥里面 但是出污泥不染 大家都知道 即是没有被烦恼的污泥所染 就像我们的心清静的话 因为我们佛教认为 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 所以 虽然深埋在烦恼的污泥里面 都不被烦恼的污泥所染 等如莲花一样 经就是与位相对的 譬如即报 经善位善 经位就是即承这块布 也就是佛教的经典叫做经 是佛教的理论基础 大家听了识明 遍体 这个《妙法莲花经》以什么作为题材呢 《妙法》是法 《莲花》是譬如 所以以法御为题 简单说 简单介绍完经题之后 就讲《逆者》 《沟摩罗十》 《法师》 这个人的爸爸 《沟摩罗严》和她妈妈也有很多典故 但我们没有时间了 只说她是归持国的人 因为妈妈读信佛教 所以她七岁跟着妈妈 后来出家了 深深地理解佛义 她在妈妈的记忆力和理解力 都特别增强了 七岁跟着妈妈出家 初初学小成佛法 后来骗袭大成 尤其是精通般若类的经典 她妈妈带着她周游西域很多国家 亦都接触了很多的高僧大德 令到她有机会提高自己的佛学水平 同时学习到汉文化 所以对翻译经典 就打了很大的基础 她的名气亦都不断地增加 很多国家的皇帝都想请她去宏法 后来沟摩罗十来到后巡 的国都长安 今日的西安 陕西西安 她在那里安定下来 开始她的翻译工作 后巡的皇帝 即是姚巡 我们经常都说姚巡 沟摩罗十大师翻译 姚巡 这个皇帝姓姚 前巡 就不是 被推翻了 就到后巡 她请金摩罗十 法师回到国内 很开心 很难才请到 以国师礼去对待 请她在长安的逍遥园 那里翻译佛经 她翻译的经律论三藏 其中有金刚经 灭花莲花经 金刚经是禅宗的三经之一 灭花莲花经是天台宗所依止的 维摩窃所说经 和淨土佛说阿弥陀经 其中三论中有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诚实论 有律中的十纵律 很多的戒本、繁满经 都是科莫罗十大师翻译的 她的文笔用字很优美 所以就算有很多译本 很多人都只是 喜欢用科莫罗十大师所翻译的版本 我们看看 《法莫经》的结构 而且也是一般佛经的结构 就是东晋时候 为高增道安大师 根据佛经的组织结构 分三分 所有经典判涉来都是 分第一部分 就叫做罪训 相等于人的头部 然后第二部分是正中训 亦是最长的部分 罪训很多时候有通罪或别罪 一般我们看通罪 一定会包括六成就 稍后讲到原文再插进去 流通训 正中训 正中训 人的身体是最大的部分 即是含蓄一部经的主要内容 流通训 等于人的一对脚 就要流通这部经典 佛叫他的弟子如何流通 法花经的结构 第一品就是罪品 大家由如是我闻开始 如是我闻是什么呢 是闻成就 即是法花经里面有六成就 其他经也是有 如是就是闻成就 我闻是柯南专者亲口说的 一时就是时成就 因缘和合的时候 因为印度对于时间历史很少记载 何时才说这部法花经呢 因缘和合的时候 佛要说法 又有很多弟子来参听 在哪里说法呢 这个地方处所成就 这部经大家看一看 最初找不找到在哪里说呢 旗舍骨山 这个翻译就是灵袖山 在黄舍城隔离的一个高山 因为它的山峰顶 好像一只就鸟 就鸟就相等于那些鹰 灵袖山我们经常说 佛在灵山莫远求 即是说这套说法的地点 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面 已经潰贼人口 为什么呢 因为哪个西游记 延庄法师取经 有一本西游记 所以就带出这个地方 印度的灵袖山 佛在那里说法很多 原来山顶很小 那里要左入右出 繞一个圈 站不到十多二十人 繞一个弯要出来 但是当时说法的 漫漫声的人在这里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 一时佛在 旗黄舍城旗舍骨山 这个就是说法的地点 接着听众的成就 这里写有大比丘万二千人区 皆是阿罗汉 福有学无学 在这个 声闻城里面 有学就是 初过二过三过 还要学东西 无学就是 正到四过阿罗汉 已经学了 无学无学 有二千人 摩科波姐波堤 比丘尼 大家未有原文就听听 就这样听 就是说 这个大家记不记得是谁 摩科波姐波堤 是乙母 释迦世尊妈妈 在她出生七天就往生 由乙母招待她 后来要求出家 比丘尼 与眷属六千人区 还有罗侯罗母 耶稣陀罗比丘尼 罗侯罗是佛的儿子 她的妈妈 即是太子妃 后来亦都出家 逆与眷属区 又有菩萨摩萨八万人 这里就在经上面 你回去有的 你可以看 只提出了几位菩萨 因为这么多 八万人 没可能都列出来了 阿罗汉亦都列了二十一位 由嬌陈鱼开始 到罗侯罗 列了二十一位 较为重点的人物 还有天龙八步等弟子 还有诸小王 转伦圣王 详细介绍了 发花大会的胜货 这是第一品的结构 第二品就是发花大会正式开始 第二品到第十七品 分别功德品 就是这部经的正宗份 刚才我们说分罪份 通罪就是一定有六成就 说法者就是佛 听众就是刚才列出来这么多人 事成就大家知道了 在这个正宗份里面 在这个正宗份里面 也都讲及不可思议的佛身受粮 在第二十六品的 如来受粮品 就是佛的受命是无量 也都为众弟子受计 在佛经里面受计了 最先在第一品之后 就开始受计 他们声闻城最智慧高的 是谁 射利弗 文殊菩萨就是 菩萨里面最智慧高的 而声闻城里面 就是以射利弗智慧最高的 第十七到二十八品 就是它好像十份十份的 大家一看到 由第二品到十七 就是正宗份 然后由十七品到二十八品 就是流通份 这个流通份比较长一些 世尊是赞妙法莲花经 是万法之中的第一妙法 也都告诉弟子听 要怎样护持这个法 是得到无量的功德 很多年前 人家叫我受持这部《妙法莲花经》 但我还未有恩怨 原来真是这么厉害的 假使造罪如山岳 不须妙法两三行 弟子听完《妙法莲花经》之后 每一部经都是 就是《欢喜信寿奉行》 作礼而去 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结构 我们要提出 《妙法莲花经》 有一个power point 给大家看一看 《三周说法》 《妙法经》其中一个特殊的结构 在正宗份里面 就分了三周说法 就是这三个部分 其实其他在经里面的某些地方 都是这样分法的 什么叫三周呢 就是三个周期 说法的三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是《法雪咒》 《法雪咒》 最先就是说刚才赛利弗 《尚根利治》的弟子 主要指赛利弗 为他说法 就是《方便品》第二 这是《法雪咒》 这里《法雪咒》 《譬如咒》 《因缘雪咒》 给大家一个讲义 就是因为这部经 要这么详细记 你记这些重点 要自己去记 花点时间去读熟它 《三周说法》 《法雪咒》 《譬如咒》 《因缘雪咒》 而每一周都有五段 这些分组 这里 你便会看到 《正雪咒》 第三笔 前半部叫《譬如咒》 你先记住《正雪咒》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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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领 《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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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述》 酱述》 《简直写》 《屏中序述》 《序述》 《诬如》 《版本》 直接说的你不得很清楚 根气不够 所以世尊就用譬如的方式来说法 譬如舟就是第三品 譬如品后半部分开始 到第六品 授记品 往后对照这部经 你就看回这个笔记自己去记 要自己深入去记忆 到第六品的授记品结束 这是屁雪州 在这一周期里 世尊用了三个形象的譬如 用什么譬如是故事的譬如 最著名的火宅鱼 穷子鱼和药草鱼 就是说明梅三骨一的 妙法莲花经的妙理 在屁雪州的尾末 世尊是为了几个大弟子去售记 这是发雪州 屁雪州 因缘雪州 因缘雪州 世尊为夏根的弟子 原来护流罗 是属于夏根的弟子 来说法 这个说法周期 是由第七品 《化成御品》 《毕法莲花经》有七个明珠 即是说这七个故事 以譬如来说 是整部经中最闪亮的明珠 七个故事 《化成御品》 若莫大家知道 乘佛的路很长 譬如一千里 我们都走不了 所以在中途 法就化一个城 不太远 去吧去吧 鼓励弟子去修 都好 都可以走到的 慢慢走 在一半的路里 就做一个化城 由第七品到第九品 《授学无学人记品》里面 就是因缘雪舟 即说 授记的阶段 而且 随因缘和 港大的弟子进行授记 正中份的前半部 就在这里结束 第九品 下面 大家很精彩 就有 寶塔涌出品 即是 世尊升去去空 就因为 在地涌出一个寶塔 这个寶塔升到去空 世尊呢 寶塔是哪位 哪位佛 多寶佛 多寶佛 这个也叫做多寶佛塔 升到天空里面 佛就升去 和他两份坐在这个寶塔里面 再说出如来无量的寶 这是下一段的说法 大家听起来有些复杂 一来大家没有渔文去看 有些看 我都是提光揭凉 给大家回去看 没有可能在堂上看完 还有一个主要的点 关于《法花经》 就是二处三会 什么叫二处呢 其实整部《法花经》 都是在灵袖山上讲的 只是刚才我们说 既然佛没有离开过灵袖山 为什么有三个地方三会呢 因为初期未到他升入 多寶佛塔在空中的时候 就是灵袖山的第一会 然后就是虚空会 灵山一会 虚空会是从第十一品 剑宝塔品到二十一品 二十一品是如来神力品 大概是十品 就是虚空会 再回到第二十二品 到结束灵类品 就是灵山二会 叫做二处三会 三会说法 灵袖山一会 灵山一会 然后虚空会 又回到灵袖山 灵山二会 三次一会 还有呢 就跟大家讲一讲 在笔记有的 你回去都可以溫的 声据善恶 因为呢 佛认为众生皆有佛性 由他呢 一在夜道明星五道成佛落座 他已经说了 他已经三叹奇哉 奇哉 又说出他所证不到的理论 他说 云上大利的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的德上 如来就是佛 智慧的德上就是佛性 我们的真如智慧 他说 原来呢 不仅是我才可以成佛 原来一切众生 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因为众生皆有佛性 有佛性 所以皆堪成佛 一定会成佛的 所以呢 虽然十佛界的众生 差别懸殊 在各样各样都是差别 那为什么不是 不同佛界的众生 有不同的本性呢 原来佛发现的 本性也是一样 本具的这个真如智性 佛家叫佛星 我们中国人叫做 一般叫做梁之心 没有梁心的 梁之心 儒家叫做什么 七忍之心 用不同的名词 都是说这一样 再性不增 再凡不减 这个如来智慧的德性 是一切有情众生都具足的 所以天台中就 以这儿来建立他们的主子 就是性具善恶的理论 天台中呢 亦都是用了《妙法莲花经》 《妙法莲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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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中最高的妙理 《妙法莲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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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菩萨也可以落入其他的法界 在六凡的三线道三角道 流转的众生 也可以通过修行而出轮回 进入四圣法界 在这样的意义里面 是不是每一个法界 都含涉其他的法界 我们十法界 就是我们人的法界 都有含涉到其他可以做天人 可以修行到偏偏的耗勇斗痕的阿修罗 亲恨心很重 又喜欢斗的 你看看人道有没有这些人 人道有没有地狱 去医院看看是很苦的 是不是人间地狱 所以每一法界 大家可以想象到 都含涉其他的法界 而我们从这样来看 十法界乘什么 每一法界有其他各种的可能性 可朔造星 那是不是十乘十 十乘十即是百 是百什么 百界 由十八界可以成为百界 一百个界 现在每一个法界 每一个法界有其他含涉了的法界 就构成一百个法界 就是了 那这部经里面说给大家听 很重要的理论是十如是的理论 就是刚才已经接受了一百个法界 每一百个法界 每一个法界都有十如是 如是性相体力作 什么叫性呢 那里有解释给大家听 就是性质 最简单 最简单就是跟这个字说 性质 相就是外貌 体就是力用 作物就是效果 譬如水 例如水有什么效用 效益 性相体用作 每一个法界都有 后面的就是另外的五个 因 果 中如是因 如是果 中间加个圆 圆很重要的 知不知很重要 比如说 譬如孟子 住在那地方 可能会做一些近朱者赤 做了坏人 就不是孟子 孟母要三千 给她一个不同的圆 所以因果 她不会做了近墨者赤 因果中间 最重要 她妈妈给她 培养一个好圆 要迁离一些不好的邻居 所以我们知道 因缘果 三样药 加上报 果其实就是等于报 善因就是恶果 恶因就是恶果 这就是报 这是业报 第十 如是本末究竟 即是由头 这个性 到后面的报 这个就是本末究竟 这十种性质 刚才八戒 每一个法戒都有十如是 都包含了 圣相体力作 因缘果报 如是本末究竟等 所以这个八戒成十是多少 千 所以形成了一个明相 叫八戒千元 大家回去 笔记里面可以熟读一些 还有 智者大师 将一切世间分成三种 五蕴 世间 任何有生命的众生 都有五蕴 当然人的情色 是重一点 五蕴 五蕴 就是识身体 一切的生物都有个身体 识 然后后面的四样 受 想 行 识 就是精神的部分 也就是说身体的生理 包括心理 合成一个人生 或者其他动物都差不多 生理 心理 合成 既然有五蕴 世间 也有情的世间 有情色 我们有思想 有感情 有情色的世间 气世间 就是物质的世间 三河大地 一切这些物质的东西 物质的气世间 这个千发界 和三种世间 互相含舌 就是emerge 所以形成了三千世间 所以智者大师又认为 三千世间 都具足于在我们一念之中 就等于我们整天都说这个心字 就是 佛教是绝对的心地法门 为什么呢 你一念善 你就要做善 一念恶 作恶 一念善 天堂 一念恶 地狱 这个就是 譬如我问大家 天堂 地狱 究竟是有还是没有 有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到 或者往生之后 都未必见到 为什么 因为有位长文章 张太炎先生 大概是民国时期 他在人间做得很高的 但是他就要被五岳大帝 在十点炎王其中 就聘请他去地府做判官 即是日后他就要工作 晚上就会有 招抬他去地府做判官 他帮五岳大帝做事 他就听到地狱的酷刑 那些惨叫声音 那个炮落刑 即萧红那条柱 你总经说什么 赤萧铜柱死罪人泡 他说烂到烂 烂完就不能死 死云了 痛到又被水弄醒 又再受刑 所以他就求这个岳大帝 不要那么残忍 你废除这个酷刑 那岳大帝笑一下 就跟他说 你自己去看 那我找两个小鬼带他去 怎么知道他去到营场 什么都看不到 就是刚才已经说了 没有那种的因 你没有做到那个因 什么叫做赤萧铜柱死罪人泡 邪淫者 所以他没有做那个因 自然没有那个业报 没有那个业报 现前他没有那个业报 现前他没有那个业报 他就看不到 那都没想到 现在才说廣言大悟 也就是说 地狱究竟有 没有 怎么回答呢 如果你问我 我就很滑头的 又不可以说有 又不可以说没有 就是刚才说的 是业报现前的 没有那种业 没有做那种业 你哪里见得到 不会现给你去受 是吧 所以天堂都是这样的 天堂是十善业的招感 我想推理 我想说 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这样的 你去到 是一个很灵智的境界 未必好像《奥弥陀经》里面说的 黄金为地 七宝所成 或者你去到那里很失望 其他一个很宁静的心 涅槃直正 不生不灭 涅就是不生 盘是不灭 既然没有生出来 自然没有死亡 不生不灭的境界是什么 涅槃直正就是你很清静的 我们现在佛左右几经 教我们修个什么 清静心而已 佛教的宗旨已经三句说了 诸岳莫作 众善奉行 接着呢 至正其二 我们的心 金刚经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六祖慧能大师就开门听到这句 金刚经很天然三十二份 分成两半的 头一段第一份已经问了 善言启请 启请什么 请佛讲 菩萨摩萨发阿罗多罗三秒三 菩提心 应云何住 云何降伏其心 应是应该怎样 住就是安住自己的心 怎样降伏自己呢 很忘识忘念的心 整天都上东上西 心愿意玛 到第十七份 完了一半了 又重复问一个问题 但是你要看清楚的字眼 是什么 又是菩萨摩萨 云何婴 为什么应该 你说要生一个清淨心 为什么应该要生一个清淨心 应无所住 你不住着 为什么唯独要生一个清淨心 所以 研究的 就是学佛 佛学的人 就是说上半步 是被 初初发心 要行菩萨道 菩萨 或者大菩萨 应该怎样去生一个心 怎样降伏自己的心 到后来 就已经是知心的了 因为佛跟着佛的五时八教 我们曾经打了出来没有 现在打一打 你知道的 在哪里 第一时 花盈时 说了三七日 刚才不是说了 鱼龙似雅 听不到吗 对不对 所有的未够班的那些 听不到 有意不闻原动法 有眼不见 路射罗报身佛 那时候佛没办法 只可以第二期说 阿行 四阿行 是为一般那时候的人的根器 也都成为佛陀的弟子 都是声闻成的 什么叫声闻 声闻 听佛说法 而误导的叫声闻 接着 忠乘 你可以叫ه 小乘 又可以叫忠乘 是收十二因缘 有十二个环节 其实小乘叫做 三世的二重因果 其实大乘不是这么说 没有으� khrah 不一定有 debts 徒ета 徒la 徒ala 有 但是一定要无名言行言识 识言明识明识言六入 入六日完畜,畜完受 受完爱,爱完取,取完有 有完生,生完老死,忧悲苦路 任何一个环节你都可以破 都可以 即是不用留住门或者还灭门 不需要 这是聪明的人 在没有佛在世的时候自己收 春观百花开,秋汉王月落 就误到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说到声闻缘觉之后 转型就是方等期 《港性万夫人经》、《维摩揭经》 这个是第三 然后第四是《般若》 《二十二年谈般若》 你数一下那里,八年 八年阿含还是十二年 总之十二加八,方等 事但一个八一个十二年 二十年阿 再二十二年谈般若十六本的般若 十六种般若 有很多失传了 还有《放肝般若》 《仁王护角般若经》 《六百卷》的《大般若经》 《三百卷》的《大般若经》 《三百七十七品》的《习映品》 《心经》是由《金刚经》 《大般若经》 《大般若经》 《大成的菩萨道》 对不对 所以 后来 哪位 解空第一的《衰菩提尊者》 就已经 明白到他们已经成熟了 这么多佛弟子 整班都成熟了 《根器成熟》 可以接受《般若经》 所以就是 下半部《十七品》开始 《菩萨摩科萨法阿柳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云河应住》 在第十品 六祖慧能大师听了一句 即是听到宏仁大师和他讲解 三根和他讲解 讲到第十品这句名句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义经》开悟 开悟的时候他讲了五句 《云河》 大家知道吗 《云河》之后 原来是这样的 现在才仿然大悟 原来是怎样的 《云河之声》 《本字具足》 原来我们每个人的智性都具足了 《云河之声》 《本字清淨》 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清淨 但为什么又说染污 是后天的五肉六尘染污了 《云河之声》 《本不动摇》 应该就不会去攀缘 《云河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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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灭花莲花经》 你将会看到 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这世 这个大事是什么 四佛四相 开事误入 开佛之见是佛之见 误佛之见然后入佛之见 所以对这么多经典 没有头绪 你不断 什么不断 你还乱 好像那些头发一样 所以世尊在《无量异经》里面 就说出自己说法这么多年 但是四十余年 未显真实 所以令到众生生到 得到的疵别 就是想法不同 而不能够执成 无上菩提的觉悟 也知道法花烈盆时是在第五时 世尊知道自己在人世间事现的时间不多 于是宣说这部具足归纳总结性的《妙法莲花经》 定讲《无量异经》 讲完《无量异经》 然后进入《无量异处三回》 三回就是正定 因为凡文的音是 Samadhi 回来做三回 这个时候世尊结家呼作 身心不动 这里就是说法的第一 然后入《无量异处三味》第二 之后天上落了很多 通常说四色的花 《雨》就是落 动词 很多花 这是第三个碎 六碎 碎上的碎 然后地上出现 动、起、涌 是一种形态 震、敲、敲、激 是一种声音 下面那三个 就是六 动、起、涌、震、敲、敲、激 六种的震动 世尊在《梅间》放白豪上光 照亮东方一万八千 那么多世界 向东方那里照亮 上面照去有顶 色界的最高四禅天 有些说是无色界最高的 飞飞上处天 夏至阿被地狱 连普通弟子 每个都看得很清楚 不是大菩萨才能看到 在场 众弟子都觉得很奇怪 于是就以弥勒菩萨代表 大众就向智慧极深的文殊菩萨发问 所以文殊菩萨就说起 发生在很久 无量无边 不可说的阿生菩萨之前的故事 当时就是日月登明佛说法 都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所以文殊菩萨说 细菩萨一定要说妙化莲花经 即是出现这个水上 大家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听众 众成就之外 还有天龙八步的护法 天众隆众 夜叉乾达婆 阿修罗 加留罗 紧罗 摩侯罗 大家经常都听到的了 天众隆众 大家都知道 夜叉是疾折鬼 有天上的 即是空行的 有地上的 那些夜叉逻叉 很快的行动 他们又成为佛教的护法 天龙八步 乾达婆是音乐神 阿修罗 是修行得比较喜欢斗争的 加留罗 是大彭金刺鸟 这些好像鹰那样大 因为刺液是金色的 僅留罗 都是恶神 摩侯罗 其实是大妄神 都成为佛教的护法 所以叫天龙八步 简单就是这样介绍 很多经大家都提到 这些护法 在佛说法现场 听法的情形 在经上里面 是说 听经的比丘万二千人 皆是大阿罗汉 本来想和大家解释的 诸流已尽 无福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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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有 无福烦恼 无福烦恼 贪生之焚烦恼 因为这些大阿罗汉 所作已办 不再受生死 凡行已立 所作已办 所以没有烦恼很清淨 亦都给了大家一个power point 诸流已尽 已经完全没有流 流尽通 就是诸流已尽 大家知道五眼六通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神足通 我说最后的流尽通 就是诸流已尽 是四果罗汉 就是说一些雜气无病都没有的圣人 就是诸流已尽 生死都断了 不再有烦恼 递得己利就是得到自身的利益 尽诸有结的有字 大家要知道是有业和障 三有 四生九有 有字是玉界有 色界有 无色界有 即是玉界 色界 无色界都有业和障 三有分开有二十五有 复杂点 玉界有十四有 我们四大暴州 东圣神州 南尖暴州 西牛河州 北驱奴州 四 四恶趣 地窝鬼畜生加修罗都是恶趣 八 六玉天 即玉界有六层天 四天 黄天 再数上汤利天 虽然摩天 兜率陀天 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八加六 即是十四有 然后色界有七有 就是因为四禅天 初禅二禅 三禅四禅 还加大凡天 无想天 五不还天 所以色界有七有 无色界有四天 空无边处 色无边处 无想有处 非想 非非想处 四 所以刚才十四 是不是十四呀 加起有二十五有 有是有叶和障 这样 尽朱有结 结史也是烦恼的别名 结史 即是我们的贪亲痴烦恼 不止三毒 还加 万 而是五概 概浮着我们的本心本性 再加 第六个字 见 恶见 就是邪见 戒禁 取见 见取见 等等 然后列出来 正阿罗汉的一万二千个大比丘 大家回去有书可以看 由阿尘如 娇弱阿尘如开始 讲到其中有色提缓恩 还有你会遇到陀罗尼 陀罗尼也是咒的一个另外的花热音 因为凡文是 Durani翻译为陀罗尼 亦是咒 亦是我们中国话真言 若施灌顶真言 即是咒 什么叫咒呢? 总一切法 持无量而 总持 总 一切法 一切的东西总结了 包含 持就是包含了很多以理 这个咒其实包含了很多以理 简短的字 咒是比较短的 又叫遮持 这种咒力 为何念咒 一来短一块 是帮我们断恶生线 而且得到 咒雪或者落雪的辩材 色提缓恩里面有 就是我们阿弥陀经里面所提的 色提缓恩就是 天帝色 第二重天 亦是我们中国人叫玉皇大帝 然后如果有本书 你就看到很多列出来 有21位圣者 都是大阿罗汉的 最后一位就是罗侯罗佛的儿子 其实有很多故事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 不可以用那么多在这里 列出 菩萨摩萨八万人 皆于阿罗多罗三要三菩提 不退转 八地的菩萨 即地上菩萨 第一地欢喜地 都第八地才不会退转 这些菩萨是大菩萨来的 不会退转 而且转不退法轮 这么多百万位的菩萨摩萨 如果列出来就不可能 所以就以为首的几位菩萨 作为代表列出来 有菩萨摩萨 还有她的眷属二万天子 四大天王 列了与会的听众 还有梭婆世界主凡天王 施器大凡 凡天是什么呢 凡是清正行 就是说收凡行就是清正行 没有欲念 我们欲界最多的欲望是食欲 还有男女的食欲 现在的梭婆世界 在梭雨夜过来是坎人 我们的梭婆世界很苦的 但是我们以苦为乐 不觉得苦 大家都很明白 八苦了 但是三苦大家要记一记和 三苦是什么呢 苦苦 坏苦 行苦 你能列出来吗 苦苦就是苦中的苦 譬如穷 没有饭吃 没有衣服 没有屋住 苦不苦 人生已经是苦了 加上又是穷 没有饭吃 没有衣服 没有屋 没有屋 就叫苦苦 坏苦就是 本来有钱的突然间 有一些的改变 好景不上 不然间遭遇到一些事情 改变了 譬如被打劫 或者遇到遇到遇到 所有的 富贵快乐 被破坏了 即是坏苦 行苦就是 我们由烧而壮 由壮而老 由老而病而死 这个就是 人生必经 又要跟着徐波逐流 生生灭灭地 去轮回 所以叫行苦 千流变化 百苦大家都很明白 这个娑婆世界叫堪忍 大家都知道了 不要那么多流暖 还有些龙王 龙王是属于速度 他们有神通变化的 能够变大变小 能显能忍 因为他们是收了福布 但是乘急戒缓 乘 刚才我们说的大小乘 就是说他们很急地收到 但是戒律就不是怎么守 尤其是欲念 未断 所以这些人就变成龙 投生了成龙 一直列出来很多 卫提妻妻子 阿瑟世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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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在无量二处三回 即是他入定 讲完无量二经 在无量二处的三回里面 出现这六种碎相 称为始土的六碎 佛讲完这部无量二经 杰家夫座 刚才读了 入于无量二处三回 身心不动 入了定 入了定 就有这些碎相 令到听文法的 这么多来到的 现场的听众 就生信了 因为这样方便 来设施这个六随 始土的六随 就显现在这个灵袖山上 第一是说法 即是宣说无量二经 第二是入定 刚才说入无量二处三回 第三是雨花 即是很多花下来 雨花碎 六碎 第四是地冻碎 第五是种起碎 即是这么多人 见到前所未有的 说法入定雨花 地冻的碎相之后 生个欢喜心下 而第六是放肝碎 佛在眉间放八毫相干 这个光是照亮 刚才说的 东方一万八千个世界 所以这里看到 在这一万八千 是向东方的世界 尽见彼土六随的众生 六随就是三线道三个道 由上边 阿骑尼渣天 下至到阿鼻地獄 都见到 因为佛的光 在眉间的八毫相干 照亮这些世界 这个叫他土六随 都是六随 无量二处三位里面的 世尊就是在眉间放八毫相干 照东方一万八千世界 就是向他们说法的灵袖山上的大众 展示他土众生的场面 坐在灵袖山都可以看到 他方在东方的 一万八千个世界 众生的场面 见到他们就有决心 信心追随世尊 追随世尊做什么 根据灭发莲花经 成就无上的佛智智慧 也都是六随里面 见到的现象 是见到 刚才上至下 阿骑尼游 所有的情形都显现在听众的眼前 第二是见诸佛的谁 就是过去世无量诸佛 众人都见到 第三 闻诸佛说法谁 是听到无量诸佛在说法 第四是四众得道谁 就是众人见到四众弟子 和其他得道的人 就是他方世界 第五是见菩萨修行上之随 就是这些 听众见到无量大菩萨 行菩萨道的场面 最后第六是见佛涅槃之随 众人见到已经涅槃了的诸佛 而且见到佛涅槃之后 立射尼宝塔 这就是因为这样的随相引起在场中心不明白 所以魅立菩萨就向文殊菩萨请问恩由 而文殊菩萨就向大家说出日月灯明佛的故事 都是在第一品里面的 其实还有两句交代给大家 六种震动那里很重要 普佛世界六种震动 其实震敲击后面那三个是声音 前面那三个是动 勇起是形象 形象是勇起 勇起和喜是分开不同的形象 那这些震动 譬如我们的六根眼耳鼻是新意 那将它扩大六种震动 每一种有分三种 就是什么呢 譬如震也有遍震等遍震 总共是三种 六三一十八代表十八界 冬的地方六种震动 表示我们六根门头震动 六根眼耳鼻是新意 互相帮忙 就好像做一党 被遗奸 能够做善也都能够做恶 做恶的时候 就令到我们本有的法身为命 落三恶道 但是人成佛 都要靠六根去互相帮忙 譬如被的功德生出来的时候 眼的烦恼灭了 什么是眼的烦恼 又什么是眼的功德 你看看 这道友后来说 当见到自己喜欢的物质 什么都好 人事物 得不到的时候会产生烦恼 即是随即起贪着的心 就是烦恼的根源 所以眼睛会带来不少的功德 亦都是因为眼睛见到物贪 而起了一种恶念的烦恼 功德就是可以帮我们看经 没有眼睛怎么看 看经研究佛理 深入经座 或者见到佛像会起一个恭敬心 如此类推 那六根是否有帮助或破坏的功能 所以我们就说 怎样去运用它 用在善的就是功德 用在恶的就会堕落恼 灵验经说 盛法或者堕地欲 皆依此六根 所以 是愚痴还是智慧 亦都是 这个六根 运用得善不善的道理 不只是善用其心 包括六根 我们现在如果善用耳根去文法 佛听多了之后 一通一体通 即是说 一知一切知 一觉一切觉 经上面说 智声如虚空 这个是灵验经 真妄在其中 我们的智声 包含了真性 真心 亦都有妄心妄念 妄色妄念 切误本来体 或者真如体 一通一齐通 来厌经说 所以我们就要看一看 亦都 同样道理 将它列入去衣食住行 譬如 人为什么要吃饭 因为养住自己的生命 穿衣 因为遇寒 所以吃饭穿衣 睡觉 都是我们的生命 不能够缺少的 而我们智声 应该如何 去 将善用于 去运作呢 大家就要慢慢想了 等下一堂 再继续和大家探讨 多了大家五分钟 对不起 我们一起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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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淨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屠虎 若有见谋者 释法菩提心 尽此一步生 同生极乐觉 阿弥陀佛 多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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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